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持续打压台湾的情况还真是无极限啊 在瑞士热电瓦所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今天会议进入第三天 中国代表在瑞士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点要求发言时重申 针对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的议题 应遵循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 中央代表指出中国对台湾民众的健康问题已经有妥善安排 世界卫生大会有部分国家宣称 如果台湾没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将造成国际防疫的热动 这是不正确的 只要台湾遵循联合国决议都可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技术性的会议 不过台湾今年受到中国打压 已经连续三年没有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 我们觉得中方所说的都不是事实 那我想我们外交互在这之前也有很清楚的回应 他所引述的这里面的决议其实是不对的 这是有曲解的 那第二个他说最直接跟卫生有关的 他说对我们都已经有做了妥善安排 我想这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不是中国方面所提到的政治上的立场 这就很清楚的把政治已经带到人权的这个部分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反正觉得是跟人权的理念是完全违背的 的确对阻碍我们参加做了很好的安排 阻碍我们参加国际的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安排 我们也不好讲说很好的安排 那这方面的话的确是并不符合 我们台湾2300万人对于这自己健康上的需求 台湾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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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爆料每月有赏60万 一经录用现报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周点击率冠军讲10万 月冠军再赏20万 你敢爆料我敢给钱